嗨,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这个技术开发的,就正式技术开发的第一堂课吧 因为之前那一堂课是就是讲了前面的一些介绍吧 然后这堂课开始呢,我们就先做一个定位这一块的一个讲解 就是课程讲解 好,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Xcode 我们先建一个项目 location 语言我们这里记得要选择Swift的,因为我是基于Swift的一个开发,对不对 我们保存到桌面 好,选择创建好之后 我们选择模拟器 先把我们的项目跑一下 这是一个习惯,以后可能在工作中 大家会接手的话 不是说自己新建的项目,可能是接手别人的项目 那我们都是得有一个习惯 先保证这个项目能跑得起来 我们再去搭建我们的项目代码 对不对 好 你再跑一次,刚刚是关的太快了 好,没问题了 行,我们把模拟器关闭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控制器里面来,开始我们的第一堂课的讲解 首先,我们这个定位服务啊,我们是基于这个框架的一个开发 所以我们首先把框架给import进来 call location 我们基于这个框架的开发 然后我们定一个全局变量 叫location manager 它是基层执cell location manager 一个变量 这样 好,第一,这个全局变量之后 我们接下来是对这全局的变量进入出主化 然后在定位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会设置它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就是定位的精确度 这个可能可以说大家都会理解这个东西啊 就是定位啊,它肯定有个定位精确度是吧 你说定位可能要定位到 米的方位之内啊,十米的方位之内啊 百米千米啊,等等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设置定位精确度是这个属性的 disk describe accuracy c这个属性 它这个属性其实是一个长量啊 后面记了 其实 可以看出来,其实是个长量 k,在以k打头的一般来说我们在OS里面定义里面 以k打头都是比较长量 我们看一下这个属性设计它有几种,我们去看一下 它是S4.0之后出来的 有1234567 有7种 7种长量 7种长量 你看看第一种 for the vacation 这是导航专用的 就是说我们要做导航这种应用的时候专用的 它需要精确度相当高的 当然 耗电量也是最大的啊 精确度越高,耗电量也越大 那我们这种商业UP呢 一般 选择第2个best就足够了 然后下面就neat mid 就是在10米的范围之内 100m 就是百米 kilometer 千米 3kilometer 三千米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这个第2个best 这里我们重视一下 设置 定位 清确度 设置完定位精确度之后 我们还要试几个属性 就说 这个定位是这样的 每次我们只要开启应用APP 它是默认会定位一次 然后如果你这个APP在运 在运用的过程中 可能是 可能是比如说我坐在公交车上 是不是 我定位 如果定位是best的 可能是在10米的范围之内 然后我变动了10米或者50米 或者100米之后 我这定位信息是不是要重新更新一次 那我这个更新的最小距离是多少呢 那我这里就要设置一下 distance featur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每当我这个定位 终端 比如我们的手机或者人 每跑 就是 有50米的 位置的一个变化 我们就重新去获取一次定位信息 这里叫做重新 定位 最小 变化距离 变化 哎 距离 好 试试完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东西 就是说 当前呢 当前的操作系统 是哪一类的操作系统 你知道我们现在操作系统是 最高已经到了8.1了 那么这样是的话 我们在8.1之后8.0之后呢 我们有新的API 需要对定位 对定位这个类啊 还有需要 更多的一些设置 它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 locationmanager.request when using 另外一个是locationmanager.request always 这两个方面代表什么东西呢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讲解一下 就是在iOS 7.8.0之前呢 只要你开启定位 它默认是一直开启的状态 就是说不管你这个APP在后台还是在前台啊 它都是在开启定位状态 这样就比较耗电 然后在iOS 8.0之后呢就更智能了 它只有它有两个设置属性 一个是when using 就是说 当你APP进到前台的时候 就是用户在用的时候才定位 另外一个是和8.0之间一样的是一直定位 有两个这种属性 去设置它 这样来说到了8.0之后是不是更智能了呀 比8.0之前呢 但是这两个API 我们不能随便去用啊 我们一定要判断当前的iOS系统是不是8.0的 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 得到当前的 当前的 版本号 是不是 这个方法就得到了当前版本号 它是一个字母串 我们OC中字母串 比较只需要这样比较就好 它是不是大约等于8.0.0 如果它大约8.0等0 我们 再去设置这两个API 这种方法就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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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刚刚是好像是前面扫到了空格啊 它报了个错 那SWIFT语句是相当严谨的 它这种符号 有两边一定要接到空格 不然就报错的 这个大家注意 那么这里我们加个注释 这个是 当用户 当APP吧 进入前台 时候 开启节目 这个是 始终 开启节目 这是针对8.0的操作系统之后的 特别加了两个API 这里我们只要选择一个就好了 我们选择下面一个吧 就是和 就是和7.0之间一样了 我们始终开始定位 好 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location manager 设置带领 设置代理之后 别忘了你这里要去 实现这个代理 然后设置代理之后呢 一般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启定位对不对 开启定位有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amazing.start up location 开启定位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 不是说所有的所有的设备 你怎样写都是生效的 因为有些设备它是完全不支持定位服务的 所以你开启也没用 所以我们这里要加个判断 当前设备是否支持定位服务 celllocationmanager.location cellable 它是反而一个bool值 就是说如果这个设备 当前设备支持的话 我们再去开启定位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定位的一些 服务的一些设置 基本上就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怎样去获取这个定位信息呢 我们只需要走两个代理方法 一个是 定位成功的一个代理locationmanager locationmanager 这是 定位失败的时候 定位失败的时候 我们直接 把那个 这个error打印出来 还有定位成功 这是定位成功的 定位成功的话 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个操作 再加个注释吧 定位失败 代理 方法 这个是定位成功代理方法 好 定位成功证呢 我们这里这么操作 就是 我们因为这里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怎么去 反编码这个定位成功或者地理位的信息 反编码成我们认识的一些汉字啊 英文呢 是吧 我们这里就直接把它经纬度得到经纬度打印出来吧 这样 我先判断一下 location locations 如果说代理我们再去操作语言严谨禁点 如果没有定位 有时候可能在定位过程中网网络中断的话 可能也拿不到这个location 但是他又走了这个代理 那这样的话就会 整个程序会crush掉 所以我们这里就 加个严谨怕浪下 如果他有数据的话 我们取这个数据的最后一个位 vrlocate location info 他这个等于location 这个是取得最新一次 定位到的 定位到的 位置信息 last object 就是 拿着这个他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有一个上一次的定位信息和当前最新得到一个信息 他一般会有两个一个旧的一个新的 所以我们拿到lust就拿到最新的 最新的一次定位的信息 最后一 一般在这个数字的最后一位 然后 这个add cell location 就有点像oc里面的 长转 就是说把它当做这个元素 类的元素去取出来 好 我们得到之后 我们这里就直接用一个alot view 把它展出来当天位的信息 这里我们把当前的位置信息做个拼接 当前用户的经轨 维度 为 我们这样拼接一下 怎么拼接这个 soil location.coordinate.logitude 然后这个是 location.coordinate.logitude 好这个经纬都拿到了 大理我们需要了 这个确定 请说吧 然后只要alot view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等于说一个出列的定位 基本就代码就写完了 那我们怎样去展示这个定位呢 定位因为在模拟器它是不值定位的 所以我这里需要一个真机调试 因为我的手机啊 它是7.0的一个超级系统 我只是一个4 iPhone4 比较老的一个手机 所以我这里要做一个选择 所以我这里要做一个兼容就是 需要把这个目标 设备啊做到7.0 大家这里注意一下不要写到6.0去 因为我们是基于Swift SWIFT它最要求的最低的超级系统是 S系统是 7.0啊 那我们这里是做一个7.0的一个进入 然后我们选择 我的iPhone 然后先跑起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错 好跑起来没问题 那没问题我这里 借助一个软件就是 把我的手机屏幕投投影到 桌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location的应用跑起来了 好他询问我要使用当前的位置信息 那我要给你好 哎马上可以看到定位成功了 当前的经纬都分别是这么多这么多 好到这里我们就 就说这个定位啊 到这里我们就基本成功了 行 那这几课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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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